今天追新闻追的是什么呢 贸易战现在全球打的火热 到底是谁受贿啊 在手机市场来说 像是美国之前打压华为的手机 但是这个任正非呢 反而起这个 他启动了作战模式反向操作 他说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话 大家可能都还不知道 华为手机有这么好用 因为美国对华为寄出了禁令 但是在中国方面 反而大家是全部支持国货的 我们来看一下数字 光是今年四月份到六月份 三个月的时间 华为手机就爆大量了 大概是百分之三十一左右 当然卖最好的还是小米的手机 那么另外来带您看看 在印度人口比较多 大家也都抢着要印度的手机市场 但是多方厮杀下来的结果呢 来带您看到 在印度里面呢 其实包括了三星的手机啦 小米跟Viva的手机 其实都排行前五名的 但是在印度的手机 不管在国外怎么样 国外可能是苹果卖的比较好 但是在印度很奇怪 苹果的手机它就是打不了印度的市场 所以印度卖最好是什么呢 第一名是小米 第二名才是三星手机 那么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分别都是中国大陆手机 第四名是OPPO 所以值得关注到的是 其实在印度来讲 受到欢迎的几乎全部前面的四名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手机 市占率就已经高达了六成的市场了 那么其实来自中国的手机 他们现在也要结盟咯 已经要掀起内斗了 现在要打击谁呢 来带您看一下 有三个这个品牌要组成互传联盟的模式 也就是包括Vivo 还有包括了小米 还有OPPO 他们怎么样互组联盟呢 用手机可以互相传档案 如果你是使用苹果的手机呢 你的手机里面会有个程式叫做AirDrop 你就用手机跟手机当中 可以互相的传你的照片 而现在这三家手机品牌 也是要兴起这样的模式 只要这个互联网成功的话 三家品牌 其实大家全部都可以通用的 要打击是谁呢 就是要打击卖比较好的华为了 而另外我们带您看看 现在呢 南韩刚讲到的三星电子 稳居这个OLED 显示器市场龙头的局面 恐怕会出现变数了 因为为了打破三星独大的趋势 苹果传出来 打算在新推出来的iPhone里面 就是采用中国面板厂商 京东方所生产的OLED面板 这样不但可以让手机更薄 而且它的速度也可以更快 就算萤幕弯曲或者出现破浪状 仍能呈现性理影像 中国液晶屏厂商 京东方公司开辟了国内首条 柔性MLED屏幕生产线 这也是全球 从韩国外世界第二条 中国面板大厂京东方 生产的可绕式OLED显示器 不但获得中国国内 手机生产商清赖 现在更传出 苹果也有意采纳 日经新闻报道 苹果正在积极测试 京东方生产的OLED面板 而且已经进入最后验证阶段 只要一切顺利 明年推出的新iPhone 就会正式采用 苹果这个动作 除了想降低生产成本 更打算借此 减少对南韩面板供应商 三星电子的依赖 原来全球OLED市场 南韩企业的市占率 就高到96% 其中苹果的OLED面板 更仰赖三星和LG的供应 但担心日韩贸易战 影响三星产能 加上想和三星 有更大的议价权 苹果才把目光转向京东方 而且京东方在中国政府的 刻意扶植下 技术大幅成长 2018年 就让最新的1.5代线投入生产 产品品质显著提升 更达到苹果要求的高标准 已经成为OLED市场 不可忽视的新势力 只不过京东方大张旗鼓 撼动显示器市场 也触动美国的敏感神经 老早就被美国总统川普 列入猎杀中国科技的黑名单 苹果能否顺利 采用京东方的OLED面板 恐怕还存有变数 带你新闻文质报道 而另外来关注 香港的反送中行动 是还在持续当中 但是日前怎么传出 有人好像已经被送往中国去了 前几天传出来的消息 就是英国有一个 驻香港总领事馆的职员 叫做郑文杰 其实他年纪很轻 才28岁 他当天到深圳去开会 原本当天要回到香港的 但是人却消失了 而且一不见 他消失了十几天 家人找不到他 非常着急 所以这个事件就披露出来 被大家所知道了 那么现在终于有他的消息 原来他真的被抓 而且是被拘留 违反的是什么呢 因为违反了 治安管理处罚法 所以他真的被中共当局逮捕了 被处行政拘留 而且要关15天 这个事情发了国际讨论 他是在英国 驻香港的领事馆工作的 所以英国的媒体 当然是非常关注这个事情 但是尴尬的是 纽约时报 环球时报却报道说 这个人是香港人 也是在内地被拘留的 所以环球时报认为 这个是中国的家务事 英国你根本没有任何评论 跟智慧的空间 意思就是说 人是在我们内地被抓的 不用你多管闲事了 但是之前中共跟英国 其实早在1984年 当中双方有签署一份联合声明 叫做中英的联合声明 这份中英联合声明呢 因美国副总统彭斯就跳出来讲话了 彭斯呼吁中国说 你要尊重当年签署的这个声明啊 因为当时的声明是说什么呢 中国其实会尊重香港的自由 而且会有持续50年的时间 算算其实50年内有效 应该是到2034年的 现在才2019年 怎么看好像就失效了 没想到央视 这个时候跑出来呛瞎 央视当然是向着中国的嘛 而且很强硬 他说当年签的这个东西 早就过期失效了 这个真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而另外这样的情况 这两家企业看不下去了 都是银行的企业 英国投资的银行 一个是香港汇丰 一个是扎打登报表态 他们呼吁当局要理性沟通 坚持一国两制的 不过现在香港乱的乱 而且是内外交迫 其中包括旅客人数 大家都不想去了 所以跌破了大概四成左右 固定资本投资总额 现在也连续跌了第三季了 另外港府之前不是说 要帮助这个香港人民吗 给他们一些支援 所以大撒币也就是释放出了 蛮多的金额 大概有台币七百多亿元 但是像现在香港人民 几乎完全不买单的 所以现在香港当局的说 现在释放大撒币的状况 可能接下来还有 不止这一笔 只是接下来多少 现在还没有确定的答案 但是香港人根本就不管你 那么目前这个活动 还在持续当中 我们来看看民众仿效了 三十年前 这个波罗的海牵手示威 发起823全港 手牵手人链活动 从联农墙联署 再到百万人游行 反送中运动持续不停 香港人民不放弃 再度发起人链活动 好周大家在823当天集合 从肖基湾到 捷尼地城的港岛县 美浮到黄埔的全湾县 以及深水埔到游塘的关塘县 全长约三十二公里 一起上街牵手发声 期望翻转政治氛围 十五年前的台湾也出现过 2004年2月28号 反对中国飞弹瞄准台湾 台湾也发起 牵手护家园行动 从基隆和平岛到 屏东加东乡苍龙村 全台两百万人 手牵手相连五百公里 大家高呼口号 拼选举办公投 当年不只出动五千名警力 也是台湾史上 参加人数最多的群众运动 而在2013年9月11号 西班牙加泰隆尼亚民众 也有多达160万人 披着旗帜上街 绵延400公里 诉求发起 公投换自由 最后虽然没能如愿 但是加泰隆尼亚人 当家做主的心愿 全世界都知道 更是西班牙政府 必须小心处理的敏感议题 但国际社会逐人链上街示威 其实都是源自这场运动 为了挣脱苏联 当时波罗的海三国 在30年前的8月23号 串起长达675公里长的人链 连接了立陶宛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首都 又被称为波罗的海之路 200万人上街牵手 向全世界争取独立自由 半年后 立陶宛就成为第一个 宣告独立的苏联加盟共和国 1991年 苏联政府也正式成认 波罗的海三国全部独立 港民起身复制人链运动 希望能为家乡自由 盼得一线曙光 三一新闻 黄雄卫报道